各位大家好 然後我是Brainmate的提案人順爾威 那我今天就是分享一下Brainmate是如何作為台灣學生 是一個專門為台灣學生打造的最佳學習夥伴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主題呢 就是其實目前台灣也不只局限於台灣 就是教育上最大的問題 除了城鄉差距還有一個是平步差距 然後因為教育資源無法均勻分配 所以造成其實學歷跟家庭的所得是有非常相關的 就是通常家庭所得收入越高的家庭 沒有辦法讓小孩獲得更好的教育 那自從ChatGPT推出之後 我們就意識到原來AI是有辦法真正翻轉教育的 那相信大家應該也都用過它 隨著科技日清月異 其實學生需要有很強大的自學能力才可以適應當今的社會 那ChatGPT就是提供我們一個自學的很好機會 它有一些很大的問題是 它無法辨識翻譯中文 就算你現在用ChatGPT 它是可以上傳檔案的 但是它是無法辨識翻譯中文 除了題篇或是檔案都要是英文 它才可以理解內容 那甚至ChatGPT3 它是3.5 它是沒有辦法上傳任何檔案 你一定要手動輸入文字 它才有辦法回覆你 那ChatGPT還有就是它對台灣教材一無所知 然後就除了ChatGPT 其他一些AI的輔助教育APP 他們很多都只開放部分的歐美地區使用 像是Khan Academy 就是克罕決任他們推出的那個AI 也只開放美國使用 然後或是問答次數有限制 或是收費高昂等等 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Brainmate就是有這五點很突出的功能 我想要介紹一下 第一點是我們有辦法做到繁體中文的辨識 就是用戶可以直接拖曳上傳圖片 然後輸入問題 Brainmate可以非常迅速的辨識並回答 還有第二點是根據用戶的需求調用知識 就是我們有用一些目前網路上可以找到的 台灣學生在用的教材 然後提供給Brainmate 可以去做為他的知識庫 那他是可以非常順利的調用裡面的知識 來回答學生問題的 還有就是第三個他可以保留歷史對話 就是用戶重新登入Brainmate之後 也不會流失個人對話的資料 每次的紀錄都會保留 所以他可以再根據記憶進行繼續對話 然後第四個是PDF閱讀器 就是用戶可以直接拖曳檔上傳PDF 然後在側邊欄閱讀 側邊欄閱讀 所以他可以一邊看PDF一邊進行提問 還有第五個是任務自動化 就是AI生存的列表 生存列表 AI生存回答之後 會變成一個列表在側邊 然後他可以根據側邊欄的任務清單 直接自動化所有問答 那我們使用的技術 第一個就是GPT4的模型 他就是負責 他這個大型語言的模型 就是負責生存我們所有的對話 然後但是他現在是會根據Token集費的 所以我們目前都是用自己的錢來支援 然後Chinle就是整個前端架設用到的架構 那目前是架在Google Cloud Run上面 還有Vision API 這就是算是重點吧 因為我們的繁體辨識 就是用Vision API的OCR辨識技術去做到 這樣才可以讓他先辨識完所有圖片 或者檔案的繁體中文之後 回傳給GPT4的模型 再將檔案回傳給學生 那黨訊息就是一個可以結合所有API 還有就是一個可以統籌所有API和資料庫 就是我們的教材資料庫 把所有東西統籌在一起的架構 那未來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功能 像是繁體中文的PDF也可以做到完美的理解跟問答 因為目前是只有做到圖片 然後側邊欄的話希望可以支援Markdown以及像是PDF 畫重點等等 還有很精確的Speech to Text 就是用戶可以直接用語音輸入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更多個性化的設定 像是根據使用者的愛好來安排學習計畫 或是自動生成題目和Flashcards 幫助學生思考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有想到共學計畫 共學方案 像是可以很多人共同使用一個帳號 讓他們共享對話紀錄 然後一起在那個團隊中寫筆記 那長期營運的話 因為目前那個GPD4的模型都是需要根據Token來計費的 所以商業模式上還要考慮 是不是可以根據使用者的身份 用不同的申請方式來收費 因為那個Token還是需要花錢 所以可能看他們的經濟情況可以根據情況收費 或是如果政府可以支付就更好 那我們還需要很大量的課本登獎 就是整個12年12年國教的1到12年級的教材都需要 才可以支援很完整的資料 那這邊就是可以請大家掃描看看 第一個是我們的網站 就是成品 然後第二個是Codesword 可以掃描一些 然後帳號是GOV 密碼是2024 好 那時間到了 然後如果等一下有要播影片就好了 OK 對對對 六分鐘 OKOK 好那接下來時間就由評審可以先提問 然後這邊有質疑如果需要記錄的話可以問 然後這邊有質疑如果需要記錄的話可以問 好 好那我就我儘快問 就我好奇 所以現在有這個網站之後 接下來我們第一輪想要找誰來用這樣的東西 就不是測試 就是想要找這個網站 那個小學校這邊其實也在推動那個AI Grant 那獎金20萬起跳所以也可以考慮 第二題是正在招募中 我想要更清楚的理解 用了這個系統對學生的好處是什麼 那他有沒有機會下一次擴展到譬如說社會教育的部分 就是說我可以理解現在是為了12年國教製作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做超出這個的應用 謝謝 目前情況是 我可以播影片來說 他會根據使用者的身份來調用資料庫 但是任何問題他都是有辦法回答的 基本上之後可以做的就是 你只要上傳你想要學習的內容 他都有辦法理解 然後就是已經不再侷限於英文 只要是翻體中文的資料他都有辦法理解 所以就是完全不侷限於12年國教 因為如果自己想要學什麼東西都可以直接上傳 然後關於測試的問題 我是覺得 目前是有請一些 像是我弟弟他就是國中生 然後也有請他試用過 那他就是有問一些跟生物有關的問題 然後很特別的一點是 他不會直接告訴你答案 而是會用引導的方式 就是 從這邊可以看到 呃 他不會直接告訴 學生答案 而是 一直用問題去引導他們思考 像跟GPT4比起來 他的回答就是完全根據他們在學的東西去回答 所以詳細很多 然後這個就是只是說明 呃他可以延續對話 所以就算不是在我們知識庫的東西也都可以發問 所以就算不是在我們知識庫的東西也都可以發問 所以我們有提會考數學的題目 然後可以發現那個GPT4就直接說 我無法辨識 就是Traditional Chinese 他知道是反體中文 但他無法辨識內容 然後我們就是可以很順利的 而且他也沒有直接告訴學生答案 而是說 你要怎麼去看這個問題 然後我問他答案是B嗎 他也沒有直接說答案就是B喔 而是我說我得到Y等於2 他才回答說沒錯你答對了 對 然後PDF閱讀其實後來新加的一個功能 就是使用者上傳PDF之後呢 可以直接在側邊欄 然後把你要問的問題直接放到旁邊 同時一邊閱讀一邊問這樣 然後任務清單就是比如說 我剛剛說我要寫一篇關於AI的小論文 請給我大綱 他就幫我把大綱列出來 然後還不只列出大綱 就是他會再幫我根據大綱 詳細告訴我 我可以往哪些方向思考 然後才會是一個完整的小論文 對 有回答就是 還有其他問題 就是一個很好的學伴吧 因為很多小孩可能沒有辦法在上課的時候 有勇氣發問 或者是他回家之後 或是家長也沒有很多時間陪伴他們的小孩 對 這是一個很有趣味性 要可以真的實際幫助他們學習的東西 好 那謝謝Brand May的分享 OK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